同学们 你们好 我们这一节来讲一些关于查询有趣的东西 投影 分页和排序 因为我们前半季节 把我们这个模型给丰富了 我们现在BCDocument可以很大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不想看到那么多东西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现在每条记录都是有不少数据在里面 六条记录 但是每条记录上面又有ID 又有name 又有school school还是内嵌的 又有年龄 那有时候我们不想都要 特别是当我们每个Document很大的时候 这个需求还是挺实际的 那怎么办 其实查询可以接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查询条件 第二个 我现在就是没有查询条件 给所有全家 那我们第二个 我们放一个什么 可以放什么 就放个投影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个ID 不想看 这个ID你看出来有什么用呢 对吧 不要了 怎么办 放个0 大家看 ID就没有了 在结果中 对不对 它等于说 在这个Field这个层面 或者说你关键数据库 叫column这个层面 我就有些这个数据 我不要了 这个ID就没有了 你可以指定什么东西不要 可以指定什么东西要 刚才我说ID不要 那我现在我name要 年纪要 这等于只有name和年纪了 对不对 其实通过一个 也是一个B3Document的这么一个形式 一个object 你指定一些key 后面0就是不要 1就是要 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说了 想做一个分页 像我们论坛里边挺常见的 第一页 比如说每页十个帖 因为你不能一下子论坛 那5000个帖 全给它放在一页 这不可能 那怎么分页 limit 现在我们只有六条记录了 那怎么我们两个数 两条数据为一页了 只看两条 那应该看到什么 应该看到张三理四 对不对 只有张三和李四 只看两条 第一页 每页两条记录 只看第一页 limit二 那我们同学说 那我可不可以看第二页 用什么 用这个skip 第二页 第一页不是两个吗 那我第二页 我跳过两个 就是王二和小牛 那我说我再跳过两个 就可以看第三页 小马和小猪 这个就是说 芒果DB的一个分页基础 对吧 但很多时候光有分页还不行 因为同样你做个论坛 你得最新的帖子放在第一页 对不对 你和那个次性的放在第二页 此外同学们只能让用户 只能看这个 就是 就是第一页总是最新的帖子 怎么办 加个排序嘛 这个排序你要传 传一个document进去 那这个 我们把年龄来排好吧 咱们年龄一 那么是升序 这等于什么呢 按照升序排列的第三页 这等于年龄最大的那几个 那我们现在 看下我们对不对啊 对不对 刚才这个等于是第三页了 对吧 那第一页是他俩 第二页是他俩 第三页是他俩 21卡22 想哪干嘛 这盘序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最后 你可以把它放在中间 其实放哪都行 我也可以放这 它其实是芒果db解析 说单独处理的一个 一个插手 虽然好像像那种 这个query那种 js那种层级调用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把它放在哪里 效果都是一样的 不存在这个 它的位置影响你查询效果 我这个位置说 这个sout这个子卷 放在 你放在这也好 放在这也好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效率什么都不想 芒果db解析的时候 都做一个单独的一个条件来做 那排序还要注意的一个 什么东西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大家这排序其实挺累的 一个操作 对不对 从算法上 还有从拿数据来说 都蛮累的 你要量特别大的话 你还要搞个外排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尽量不排序 那排序功能要用怎么办 就依赖索引 我前面讲过 那个索引不是有序的吗 对不对 如果说你这个查询能走索引的话 其实它没排序 它直接在索引那边 就是我要这两个 它有这两个拿出来 这不自然不就是有序的了吗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上是有一个一个索引 对吧 那大家就说了 你现在你这样正序 对吧 那我们知道啊 你利用索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explain了一下 它就使用了我事先见过的这个年纪的这个索引 它也就帮我把这个数据全列出来了 那我要是倒序 它会不会用索引 这芒果db 另外一个索引的功能 它可以reverse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设置 我们只是把这个 被改成负义 它就会倒序来排 那我们也explain一下 explain一下 看一下 其实它也走索引了 还是用着我们刚才一模一样的那个索引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betrackers 但它会reverse 刚才没有reverse 它就等于倒着来使用这个索引 索引 索引的顺序是固定的 它就从小到大 那我们 刚才这么查是这么使用 那如果说我是倒序排 它就倒着给你查 这样的话 它这个数据可以保证你一个倒序 这芒果db型智能的一个地方 其实没办法排序 它用了索引 所以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率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节 会讲我们这个 关于芒果db 有内嵌对象在数足里边 或者匹配数足元素的插序 一样很有意思 谢谢大家